吴辛磊按照自己曾经受过的专业训练 对军武小队成员进行了 针对直升机激将战术动作的专门培训 从队长缓缓如何指挥直升机着陆 到小队登机和下机的整套基础战术动作 小伙伴们练习的也是格外认真 而同时在录影棚里 编导正在几罗密鼓地制作 1比1大小的黑鹰直升机坐舱部分模型 让军武小队的战术动作表演更加现实逼真 军武小队登机 我是直升机飞行员 现在我离军武小队的地点还有200米 现在星内是在表演的是飞机的这个指挥员 他这个飞机过来接我们的小队 我离军武小队还有80米 我看到了军武小队 我看到了军武小队 但是我还不敢确定 好 我现在可以确定是军武小队 他在召唤我 他用一个橘黄色的凸脚旗召唤我 他告诉我向右走 再向左一点 再向左一点 好 向右一点 他在告诉我可以再往前 我现在离他距离40米 高度50 我再开始下降 25 下降 5米 5米 起落架着陆 OK 我检查一下我的所有的仪表盘 副驾驶打开机舱门 副驾驶做出一个手势 你们可以进击了 这个时候队长黄焕告诉所有的队员 他们可以登机 机械师准备好梯子 机枪手抬起机枪 已经有队员进入飞机 我的机械师看到了队长黄焕 队长黄焕已经进入飞机 队长黄焕再跟你确定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队员都登机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起飞 听完 小伙伴们 元旦快到了 我来送新年礼物了 这是我们军舞定制的轻武器系列抱枕 刚才呢 在军舞小队的手上 它变成了武器 其实它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舞台上了 之前局座呢 就很喜欢把它放在座位上 因为它的腰不太好 这样坐一坐就不会累 那我和黄黄呢 就喜欢抱在手上 女孩子们喜欢抱一些软软的东西 觉得很开心 聊天也会很放松 怎么样才能拿到我们的抱枕呢 你就在你的微信里边 去输入军舞大本营 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再回复一个抱枕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的新年礼物了 一定要来哦